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3日报道说,正在佛罗里达州度假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同共和党金主们的午餐会上,谈到中共修宪一事,他半开玩笑地说,习近平现在是终身主席,终身是国家主席。他了不起。川普补充说,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很了不起。或许我们今后也可以尝试。 据报道,当天午餐会台下气氛活跃,充满幽默和欢声笑语。不少人都认为川普只是开玩笑。川普在大家鼓掌后继续说,习近平是百年来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中国百年来最有权力的人。当我去那里访问时,他带我们极好。去年11月,川普访华3日期间,称赞习近平是一位非常咬不起的人。他对习说,我感觉你是非常热情的。 我们很投缘。我认为我们会为中国,为美国做出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能够和民在一起是非常荣幸的事,非常感谢。 川普继续说,我期待着今后很多年我们一直取得成功,保持友谊。不仅解决我们的问题,还要解决全球的问题,包括一些非常危险和涉及安全的问题。 我相信今后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甚至全部都可以解决。当时,西方媒体非常惊讶于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来的友善与宽容。 有观察人士质疑,川普在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方面,甚至可以与里跟总统相提并论,但他见共产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后,却没有出现外界预期的针锋相对火花,反而在公开场合上呈现两人的心情相吸,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内情?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分析说,我想这可能是川西让个人沟通的结果,也是国际去共产主义的趋势下实现的,一定是在习近平当局在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的转型方向有所让步,我想才会出现。 去年10月份,川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采访时表示,他给了习近平一些东西,是他从没给过任何国家领导人的,但他没透露到底给了什么。 而川普在访华期间提到,相信他与习近平合作甚至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更引发外界联想。 至于川普提到习近平现在享受的中室制,是指新华社于2月25日英文版报道称,中共将在两会上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及删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访美期间,美频频释出对中共不利消息,中美关系前景越发引起外界关注。 中共外交部则表示刘鹤访美为中美深入合作创造必要条件。专家表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共已经全面溃败。 美国3月1日上午,川普宣布下周将签署对进口钢材及铝材,课征高关税,并且是执行无上限。 同天,刘鹤与美国三名高级官员进行会谈。 而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对钢铁及铝制品的国安调查报告,就指中共是最大威胁。 川普政府2月28日提交给国会的贸易政策议程年度报告终止,中共的中央集权论者政策导致全球资源明显配置不当,造成所有国家以他们应有的情况还穷。 川普警告,美国将使用所有可及手段,阻止中共国营的经济模式破坏全球贸易竞争。 2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将交由总统川普签署便可成为法律。 法案通过后,台湾官员将得以与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各级官员会晤,也可以在美国进行正式活动。 台湾总统府称致感谢美国国会长期对台湾在各领域的坚定支持,并称会持续与美方讨论以提升台美关系。 在美国频频传出对中共不利消息的同时,也是刘鹤在美国访问之际,刘鹤是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的关键时刻展开访美行程,备受外界关注。 3月2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简单介绍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会谈,并称就双边经贸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为下一步深入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就刘鹤访美期间,川普在白宫表示将对进口钢铝制品征收关税一事,中共外交部回应,批川普对国内产品提供了过度的保护,并希望美方克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刘鹤很快可能会被任命为副总理,或者人行行长的职务,他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政策的要员。 现在是美国全面对中共施加压力,习近平派刘鹤去美国是表示中方重视这个问题,也是想告知美国贸易战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在某种程度上,中方愿意做出一点让步。 他认为美国对进口钢材及履财增高关税和通过台湾旅行法这两件事情,都是延续至今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台湾的决策很早就开始讨论了,与刘鹤访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是北京明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才派刘鹤去美国。 美国南卡罗拉娜大学爱肯商学院中身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刘鹤访美,北京是想缓和中美贸易的冲突,目前美中贸易处在比较白热化的状态, 美国对好多种产品提高关税,这种势头还会加剧。 他进一步表示,刘鹤在大沃斯论坛上也提出很多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服务业制造业对外开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 至少表示中共在口头上已经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共是基本上全面的溃败,全面的后退,全面的接受。 他强调,刘鹤想通过美国执行,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但他见不到美国更高层官员,只能见一些不涨及的, 他此行能不能达到预期,能不能兑现,能不能成功说服川普政府还是一个问号。 也有分析认为,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重点内容之一是将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整改重组, 这个动作很大,可能内部面临不少阻力。 在三中全会紧急召开的关键时刻派刘鹤前往美国,除了中美贸易话题之外, 也是就习近平未来部署与美方进行通缉,不至于让美方造成很大误解。 就中美关系未来的趋势,郑女硕教授表示并不看好。 双方还是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是美国越来越重要的对手,美国会给中国施加压力, 促使中方让步,谋取贸易上更大的利益,川普想给美国人一个交代。 他进一步表示,美国方面希望给中国很大的经济压力, 而且也不单单是向中国施压,从川普的角度来看, 他是非常希望从这方面拿到成绩,把美国的贸易赤字减少, 减少美国的失业人口,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 尤其是给那些过度贸易顺差的国家压力, 这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技术。 他认为,目前中美之间还没有到真正贸易战的阶段, 美中双方都非常清楚,真正贸易战对各自都不利, 中方愿意就此做一些让步,目前双方还是处于讨价还价的阶段。 谢田教授认为川普总统是非常务实的, 如果中共只是口头上的表达,美方未必相信。 中共一贯撒谎诚信,包括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也在欺骗, 并且中共蒙骗了历届的美国总统, 等到川普上台后,中共就像碰到一堵铁墙。 现在没有办法了才做出让步。 他分析,不管是限制美国进口方面, 汇率的问题,补贴的问题,外汇的控制方面, 经济开放问题等所有的问题, 中共都在大幅度让步。 最近中共本来对美国肌肉展开双反调查, 现在也停止了向美国示好来取悦美国。 中共显然是感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 他强调,如果中国真的金融业开放, 等于是允许美国金融、银行业都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中共在金融领域的特权就会受到冲击, 意味着中共将失去控制。 那中共原来的金融业、银行业就算不会一败涂地, 也会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 甚至中国的股市、外汇市场都受一定的影响。 中共中央建议删除宪法中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 打破邓小平1982年制定的法规, 激起舆论强烈反响。 2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道同揭露, 中共从来就是终身制, 而邓当年制定这一法规, 只是作为他打击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的棍子而已。 2月28日,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闭幕。 此前,新华社英文官网25日发出短稿称, 中共三中全会将省议删除宪法中 对国家主席步行连任两届的限制。 根据中共宪法,64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需在做满两个五年任期后现任, 目前,他第一个任期结束, 3月5日人大会议上将获选国家主席, 展开第二任期,连任至2023年。 路透报道说, 删据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规定, 是为现任主席习近平无限期在位铺路。 法新社则分析认为, 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共前领导人 邓小平时代建立的制度被削弱。 纽约时报称, 这证实习近平已经积累足够权力, 得以改写制约中共领导人的规则。 2月27日,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 暴同对自由亚洲披露, 中共国家领导人职务中深制的问题, 在40年前的文革结束后已经浮出水面。 他说, 文化大革命以后, 许多党内官员、领导人等都觉得领导人权力 没有时间限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想去限制。 1979年2月, 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 主持理论务虚议会, 时任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佳琪 在会上, 首次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中深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暴同说, 但这一规定却被邓小平当作打击 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的工具。 大家都认为, 邓小平当时是开明的, 后来大家知道实际上邓小平拿这个东西作为一根棍子, 把华国锋打下去。 但是邓小平上来以后, 他试炼战的, 他不愿下台。 他几次说下去, 实际上是在开玩笑, 只是叫别人下去, 而他自己不下去。 他真正的实力在于军委主席。 邓小平本人在位时, 曾废掉胡耀邦、 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 实际上中共政权始终在他手中, 而他本人只是表面伪装得更好而已。 暴同说, 邓小平给现在的领导人留下一个榜样, 那就是说话可以不算数, 可以在嘴上说不要中深制, 或不提中深制, 但是实际上废除任期的限制, 权力在空间上无限大, 时间上无限长, 包罗一切。 实际上是邓小平给此次修改宪法提供了一个范例。 暴同说, 邓小平晚年虽然先后退出政治局常委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但邓用垂帘听政的执政手段可谓从未放弃手中的权力。 他说, 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有人继承了邓小平的遗产, 更继承了邓小平的实质。 众所周知, 1989年六四事件, 赵紫阳被免掉, 中共出现大危局, 裁着学生鲜血登上中共最高位的江泽民, 更是继承了邓小平的遗产。 2002年, 胡锦涛上台后, 江泽民表面退了, 但江泽民仍垂帘听政, 利用其心腹架空胡锦涛掌控中共大权, 如果不是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执政后, 掀起反腐夺权, 江泽民同样太上皇当道死。 因此, 暴同揭露中共从来就是终身制, 因为中共希望自己的领导人永远执政, 中共出心就是把坚持的所谓伟大的历史使命, 公权力永远抓在自己手中, 因此才多次修改宪法。 有网友评论说,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当强大的绑匪给了人质一点点生存条件, 人质就感激的要为绑匪申请若贝尔和平奖了, 认为绑匪是就是主的化身了。 面对中共极权统治, 有多少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调查出来数字能让人吓一跳。 中共就是中共, 其本质永远不会改变, 对中共政权的任何改良幻想, 都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月3日报道说, 正在佛罗里达州度假的美国总统川普, 在同共和党金主们的午餐会上, 谈到中共修宪一事, 他半开玩笑地说, 习近平现在是中身主席, 终身是国家主席。 他了不起。 川普补充说, 习近平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这很了不起。 或许我们今后也可以尝试。 据报道, 当天午餐会台下气氛活跃, 充满幽默和欢声笑语。 不少人都认为川普只是开玩笑。 川普在大家鼓掌后继续说, 习近平是百年来最有权力的国家主席, 中国百年来最有权力的人。 当我去那里访问时, 他带我们极好。 去年11月, 川普已与里跟总统相提并论, 但他见共产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后, 却没有出现外界预期的针锋相对火花, 反而在公开场合上呈现两人的心情相惜,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内情?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 经济专家谢田分析说, 我想这可能是川习两个人沟通的结果, 也是国际去共产主义的趋势下实现的, 一定是在习近平当局在政治结构, 政治制度的转型方向有所让步, 我想才会出现。 去年10月份, 川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采访时表示, 他给了习近平一些东西, 是他从没给过任何国家领导人的, 但他没透露到底给了什么。 而川普在访华期间提到, 相信他与习近平合作访华三日期间, 称赞习近平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对习说, 我感觉你是非常热情的, 我们很投缘。 我认为我们会为中国, 为美国做出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 能够和民在一起是非常荣幸的事, 非常感谢。 川普继续说, 我期待着今后很多年我们一直取得成功, 保持友谊。 不仅解决我们的问题, 还要解决全球的问题, 包括一些非常危险和涉及安全的问题。 我相信今后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甚至全部都可以解决。 当时, 西方媒体非常惊讶于川普对习近平表现出来的友善与宽容。 有观察人士质疑, 川普在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方面, 甚至可以 美国三名高级官员进行会谈。 而上个月, 美国商务部公布对钢铁及铝制品的国安调查报告, 就指中共是最大威胁。 川普政府2月28日提交给国会的贸易政策议程年度报告终止, 中共的中央集权论者政策导致全球资源明显配置不当, 造成所有国家以他们应有的情况还穷。 川普警告, 美国将使用所有可及手段, 阻止中共国营的经济模式破坏全球贸易竞争。 2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 将交由总统川普签署便可成为法律。 法案通过后, 台湾官员将得以与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各级官员会晤, 也可以在美国进行正式活动。 台湾总统府惩治感谢美国国会长期对台湾在 甚至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更引发外界联想。 至于川普提到习近平现在享受的中时制, 是指新华社于2月25日英文版报道称, 中共将在两会上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 及删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访美期间, 美频频释出对中共不利消息, 中美关系前景越发引起外界关注。 中共外交部则表示刘鹤访美为中美深入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专家表示, 在中美贸易战中, 中共已经全面溃败。 美国3月1日上午, 川普宣布下周将签署对进口钢材及旅材, 课征高关税, 并且是执行无上限。 同天, 刘鹤议